现在就是,这些房子的表面都把它搞成这样啊,搞成这样子啊,然后上面一些商户啊,就可以租给人家卖东西啊 这真正的是在里面,那里面那些都很旧,都还在的,很旧了,现在基本上没人住了 基本上都没人住了,因为都是属于微房啊,就让它这样留下来 对啊,以前,以前,所以现在就把它来游戏啊,这表面这个房子,本来就是这样啊,对不对 里面就没人管了,看以后有谁,哪一个这个房子,什么提建,所以你要来这边来做生意,就来租,跟政府申请的 对,对,就租下面的这些,然后政府就来帮你推广 对啊,你就租,租负面,然后你就去卖啊 那上面呢?上面现在也很少,上面基本上是没有的 但是这个就有人租了,对不对,有买烤肉 对对,下面这些就都有了,但是上面基本上就没有的 那它什么时候开这个店啊? 这个可能得9点多吧 哦,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人就可以进来 平时也可以,平时也可以 现在有,有,开始慢慢的有旅游客过来的吗? 有,很小心点 有,现在这个店蛮热闹的 是吗?是啊 所以就算成功了 嗯,对啊 只是说,平时它这些店,没那么早拍 嗯,它不会那么早拍 对啊,因为这里的人都不那么早出来 哈哈哈哈 它可能得休点 晚上就比较有 对对对 晚上拍的比较 晚上生活 嗯,晚上拍的比较晚 诶,这个是以前里面也有有市场,对不对? 哦,这个我有来过啊,这个 这个就是小公园 嗯,小公园这个琴嘛,中餐厅 然后后面那个百货商场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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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我有印象的,这个 谁带我过来就忘记了 然后那边,你看那边还没搞好 嗯,我们来比较一下 就是这一区,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一区 都通到那边,通到 都还没搞 哦,还是一步一步的 嗯 现在这是一个网红点 嗯,嗯 人家来这里旅游的 基本上都是一个必来打卡的地方 哈哈哈哈 对啊,现在很多地方都会搞新跟旧的 对不对?嗯,对 而且那个澳门也是这样 都是世界遗产 嗯,这个以后也会变成一个世界遗产 你看那边,那边都还没搞好 你看,都一直在搞 嗯,原来以前这里就是一个最发达 汕头最,最发达的一个地方 嗯,嗯,嗯,一个区域了 嗯,那后来就是东夷东夷,这边就都 都往那边,全部把它都搞成 重新搞新的这样,嗯 但是这些店,这些铺,你看都 商铺都没有开呢 嗯,它可能的9点多10点才开 灯 哇,很远 你看感觉就不错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 还有旧的名称 我就就从那个澳门过来就是这种的情况 嗯 然后往那边比较深,这边就完了 出去了,嗯,对 然后要从那边,我带你从那边 可以比较新跟旧的 嗯,我带你从那边去 那边也有几条街也是 就是基本上,就基本上都是这样呢 搞这个外面的这个 搞这个外面的这个 很豪华的 嗯,对 搞这个外面的这个场景 这个墙,外墙 嗯,搞好了,里面的就 没有去管 嗯,给人家可以比较的 哦,你看啊,以前是这样 对,你看 然后这个就由各个商户去 各个商户去盆包啊去盆 嗯